这个就是前阵子韦国望远镜升空 然后我们就是趁这个机会写了一些文章介绍韦国太空望远镜 年纪轻轻不到33岁的李瑞宁 是台师大地科系创系37年来最年轻的助理教授 9年前他放弃台大医科远赴法国攻读天文学 27岁就拿到博士学位 这位超级学霸 让前科技部长陈良基特别将他延览回国任教 李瑞宁在29岁时凭着辉煌的学经历 很早就取得教授职位 但像他这样的青壮年专任教授却逐年减少 我去师大真的其实运气蛮好的 因为其实我们学校这几年来都已经很少新聘助理教授了 就是通常都新聘的人员都是从别的地方挖来的 我国大专任校专任教师106至110学年流失超过2000人 40到44岁在106学年仍有6977人 但到了110学年只剩下5541人 50到54岁则跌到了9741人 不过55至59岁却增加到了1万多人 60岁以上也有多达8000人 由此可见趋向高龄化情况 英法族教授近年来是明显增加 教育部更统计我国高等教育50岁以上的教师比率 达到了58.8% 远高于OECD国家的平均值 少子化浪潮下 大学不敢增聘年轻教授外 资深教授也因为年改倾向延退 未来恐出现人才断层 客观来看主要的原因是在于说 各个大学还有以及我们的教育主管机关 并没有妥适的释放出工作机会 给青年学者 另外一面的问题是在于说 年金改革可能是一个冲击原因 但也还包括我们政策上 其实还容许所谓的公教人员 如果退休后 可以到私立学校继续任职服务 所以我们通常称之为双心教师 甚至是门神教师的状况 在这个目前制度里面也还是存在 高教前景不乐观 年轻博士不得勤门 造成失资高龄化 而少子化浪潮下 私立大学欲缺步步的情形更为明显 因为少子化学生人数骤减 所以私立大学为了节省成本 那通常一则欲缺步步 或改定专案教师 那影响首次很多优秀 甚至年金融博士 只好选择西近大陆 到业界发展 或成为到处兼职的流浪博士 不过现在各校招生困难 可说是高等教育中的一大危机 大量聘用专案教师 降低人力成本的状况正在发生 但长期下来也压低编制内 专任教师员额 高度的不确定的状况下面 其实对一个青年学者的职业发展的影响是负面的 所以也很多人他得要被迫 尽管拿到博士学位 他有对学所热忱 但是他及早就要转换跑道 放任让高等教育 采取这种等于一种临时工 然后廉价的办学方式 然后不要求合理的师资的源额 是政府导致的政策结果 人才的断层 不是去怪罪任何人或任何制度 这个其实反映的是我们整个大的趋势时 在主管机关部分 这部分能够给我们更多的弹性 那我们会在各种制度框架之下 我们做最好的搭配 然而更大的危机是 未来五年全台将有三分之一的教授借零退休 新聘教授人数却逐年递减 中间断层要如何米评打上一大问号 该释放更多机会 给下一代青年学者 对学界的新陈代谢才能有所改善 TBS新闻 颜月生刘彦轩台北采访报道